即时新闻综合报道,新政院在今日公布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委员名单,主委由前监委黄黄雄却凭重选婉聚出任促转委员的台大历史系教授陈翠莲,则在今日写下他反对黄黄雄担任主委的原因。 陈翠莲在脸书上写道,有一篇以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为名的媒体投书,对黄黄雄在当年撰写奖位水传以及能在蓝绿执政时期接担任监委一事给予肯定。 但陈翠莲认为,这名历史系副教授所认识的黄黄雄,其形象可能还停留在1970年代打外运动时期。 陈提到,黄黄雄所出版的《台湾的先知先觉者》蒋卫水,在2006年已重新出版并更名为《台湾的孙中山》蒋卫水传。 黄黄雄后来还营造正在参选总统的马英九余蒋卫水,台湾史的连结批评黄黄雄消费蒋卫水,利用台湾史出卖集体尊严换取个人官位。 陈翠莲强调,她认识黄黄雄超过30年,对她的行径有较多观察,她也希望转型正义可以顺利推动,因此不愿口出了言批评。 但她提到,已经有媒体将她打成斗争,反对和解的鹰派这样的指控与误蔑,对她担任理事长的民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日后执行监督工作会有不有利影响,因此选择不再沉默。 陈翠莲表示,转型正义不仅是追求历史真相,也是一项堂。 大的心灵重建工程,不仅在探查高压时代高贵的灵魂如何不计厉害,奋起抵抗,也是检验人们面对权利,又或是如何保持坚定理想,促转委员会主委更是如此,这也是她认为黄黄雄不是任的理由。 请 bears 杨省 决战场计温 决战场!